大家好,我是游子 又到周末了,今天给你们上一道菜 这是黄鱼香 黄鱼香烧小排骨 黄鱼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黄鱼 然后把它晒成干 在国内都有买的 尤其在宁波 因为我妈妈是宁波人 我舅舅还在宁波 所以他们经常会买黄鱼香 有的黄鱼很大的,也有小的 这次我看黄鱼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我也不管它是不是野生还是什么 反正肯定肚子上全是黄的 韩国店有买 我就拿了差不多七条 今天全部把它做成黄鱼干 这个天说实在的 基本上都是下雨天或者阴天 所以没办法拿到外面去晒 我也不想拿到外面去晒 因为晒的话 怕那个苍蝇到时候在那个鱼上面撒紫 那就麻烦了 所以今天我是用抽湿机来做黄鱼干 黄鱼先把它鱼鳞刮掉 然后在背上把它破开 我就把日本刀是很快很快的 所以稍微用点力就破开了 然后把里面所有的脏的东西全部都拿掉 然后用水稍微冲一下就好了 很快我把这七条鱼全部开背好了 因为是冲过水了嘛 所以呢我把这些全部洗干净的鱼呢 先放在边上让它晒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然后拿出抽干鸡 每一层呢我放了两条鱼 所以说为什么不能要很大的黄鱼呢 很大的话呢有可能放不下 我这呢正好两条一层 如果你把它切开再烘的话呢 那就会不太就是不太新鲜吧 这样整条的就比较新鲜 我每一层放了两条 一共是八条鱼 自己还没搞清楚 好了现在我就开到160 那个是专门抽湿鱼的 我抽了差不多六个小时吧 你看白天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哎呀好香啊 然后你看一下哦 它这个已经是很干了 看到了 我让它留了一晚上在外面 然后第二天用这个保鲜袋 两条放一个袋子 因为这是新鲜的 我没有放盐 你也可以把它腌制了以后 再来把它烘干 因为我想吃淡的黄鱼香 咸的吃太多不好 所以呢我得把它放在酥冻里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 黄鱼香呢你可以就这样清蒸吃 或者是跟肉末一起蒸着吃 我今天呢拿两条出来 是准备煮那个小排骨 我把它切断 再把它对半切 不要切得很碎啊 因为这个东西 切得很碎的话 煮了就容易碎掉 如果切不动 你可以用那个剪刀来剪开它 然后我拿出一包 挫过水的小排骨 我的排骨啊 五花肉都是拿回来 水里挫好了以后 放在酥冻里的 要吃的时候 拿一包出来很方便的 首先起个油锅 把那个鱼两边给它煎黄了 不需要煎得很透很透啊 就是煎一下吧 这个鱼就不会那么腥 煎的时候呢 我放了一块生姜 好了煎完了以后 把这个鱼秤出来 这个鱼呢 其实已经熟了 现在放在边上备用 就用这个油 放一点冰糖 放小排骨下去 小火 让它慢慢的熬出糖色 等糖化的差不多了以后呢 就放一点黄酒 让它去腥 然后呢 盖上盖 让它焖一会儿 马上就打开盖 加入鲜酱油 然后翻炒 把这个酱油炒熟了以后 加入一罐啤酒 然后盖上盖 让它煮20分钟 把小排骨煮熟 小排骨煮到骨头 跟肉很容易分开 这就是煮好了 接着我拿一个砂锅 把黄鱼放在下面 然后再把小排骨 连汁一起倒在黄鱼上 我呢 水煮了稍微大了一点 因为我想要这个水啊 下面 这个黄鱼小排骨 汤面也是很好吃的 然后呢 放一把大蒜 大蒜苗 盖上盖 小火 让它稍微再蹲个一两分钟 就好了 打开看看 哇 一股香味 我跟你说 好吃的不得了 今天的主食呢 我做的是两面黄 我在不沾锅里面 放了一点油 先把这个两面黄啊 两边煎黄它 这个是熟面啊 买来就是熟的 所以呢 我就放油里面 两边煎黄 就可以起锅了 然后我炒个叫头 这个是花园里摘的这个蒜苗 然后放了一块鸭血 我之前买了十盒鸭血 这是最后一包了 把它翻炒一下以后 加一点盐 盖上盖 让它稍微焖一会儿 然后我用做蛋卷的锅子 做了几张蛋皮 做蛋皮很简单 就在这个锅里放一点点的油 然后我一共打了四个鸡蛋 鸡蛋里我放了一点黄酒 放了一点点的盐 先把它打碎 然后呢 就开小火 来煎这个蛋皮 正面煎好了 把它翻过来 再煎一下 这张蛋皮就做好了 这四个鸡蛋吧 我差不多做了四张蛋皮 今天中午呢 我就想用两张蛋皮 来炒两面黄上面的那个胶头 还放了一点点虾仁 蛋皮呢 我把它稍微切了一下 翻炒以后 盖上盖 让它把那个虾煮熟了 好了 虾里面有点水 因为它是冰的嘛 然后吃一下咸蛋怎么样 嗯 还不错 然后把它浇在这个两面黄上 这就是我今天的主食 两面黄的浇头呢 你是可以按你喜欢的菜来做的 我这是有点海鲜味的 你可以做什么炒肉丝啊 什么都可以的 好像还缺什么 对 我去花园里摘了一大把的 这个儿菜上面出来的那个嫩芽 好多它长出来 我把它一个个掐了 然后哇哇菜也把它全部都拔了 所以又炒了一个炒青菜 这一锅青菜里面有三种菜 哦 一个是哇哇菜 一个是那个儿菜的上面的牙菜 还有的就是拉背菜 一共有三个 我什么也没放 就放点油放点盐 嗯 就要它这个有点苦涩 有点甜色 嗯 特别好吃 今天的菜全都做完了 嗯 我来看看相机里 昨天晚上露了一小时的太阳下山 是什么样的 现在太阳已经移到我们这边来了 所以在厅里就能看到太阳落山 现在的太阳 你看它落山是在这个大的房间上 嗯 等夏天的时候 它会慢慢慢慢再移过去 那个时候会看得更清楚 我是非常享受每天做视频的时光 因为可以回顾我一天的 做的事情 另外我也很享受 跟大家分享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关注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或者转发 都可以 祝大家周末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